嗨 大家好 我是鐵琦 這一陣子啊 我真的覺得 心情有一點小小的煩悶 因為口罩一直戴著 然後臉一直很悶 還是說因為我前陣子去做早針 反正我就是冒了很多顆痘痘 但是因為我想說開場不要嚇到大家 所以呢 我就趁著我有化妝的時候想說 先把開場錄一錄一之後 我會再卸妝給大家看 應該是我上一次長痘痘長到有五顆這個情況 可能是已經非常非常多年前 對我來說 我就是想說 可能因為年紀到了應該不會長痘痘了 現在突然冒著五顆 那種很大顆的痘啊 你真的一素顏你就會覺得心情很差 可是因為出門戴著口罩又要化妝 你就一直悶著 然後你每次在悶在吐氣的時候 就更覺得說 我的皮膚會不會越來越糟糕 今天要實驗的這個東西呢 是這個 它叫做美博士B3專業抗痘精華 它這個精華它其實有講說 它是屬於比較溫和的 像我們居家有時候不是會用那種 可能杏仁酸啊什麼 那可能用完你的皮膚會脫皮 而且它白天是不能夠使用的 這個專業抗痘精華 廠商給我的說明是說它白天也可以用 因為我就沒有用過 所以呢 我決定這一次就要來連續使用7天 那這7天我也都會把我的痘痘跟痘疤記錄下來 來看我到底皮膚是不是有差別 如果沒有差別的話呢 這個影片就不會剪出來 那如果有差別的話 你們現在就會看到這一支影片 所以話不多說 我就先去卸妝 然後先給你們看我的皮膚 然後再來呢就是每一天早晚我都會使用 然後會使用7天給你們看 那我的頻道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 然後還有一些東京的吃吃喝喝 如果你有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我在...在...在講話 現在呢就是我素顏的樣子 想說其實好像沒有必要早晚都記錄 所以我就同意都是白天記錄 現在是我剛睡醒的樣子 有點...水腫 因為我想說先讓大家看看我就是 完全還沒有保養的時候的整個狀態 先來看我的痘痘 可以看到這邊有...三顆 然後這個其實已經變成痘疤了 這個也是痘疤 這個是...好像是昨天剛冒出來的 小小顆 這個是我最近太累那個泡枕先不要領它 這兩顆是比較大顆然後比較明顯的 所以就是這五顆痘 我趕快...鏡頭先縮回去再講話 現在呢就要第一天來使用這個B3專業抗痘精華 它其實就小小一瓶 那我是覺得它的用量就是看你自己的痘痘跟粉刺的範圍有多多 因為我看了一下它的介紹啊 它是針對例如說像...你的臉上有粉刺顆粒感或者是毛孔 或者是像豆疤型色素沉澱豆疤這些都可以改善 它的酸鹼質是屬於那種溫和性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引起皮膚像是有一些脫皮啊或者是泛紅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泛紅的人 你看像我這邊鼻翼現在就很紅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完就知道有沒有泛紅了 那這個的使用步驟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記得放在你所有保養步驟的最後一步就好 我就先進行一個妝前保養 然後最後我再來擦這個抗痘的精華 那妝前保養平常我都會習慣食服 可是因為今天我等一下要去工作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用一種比較速成的方式先保養 我覺得我最近早上不知道為什麼睡醒都超水腫的 那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工作先退一下臉 好那我現在保養的程序全部都用完了 我就來擦這個B3專業抗痘精華 我其實會覺得像這樣的產品就是盡量都要避開自己的眼周 因為我們眼周有時候會比較容易敏感 可以選擇如果你痘痘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整臉都擦 我自己應該會著重用在就是像我鼻翼比較容易長粉刺的地方 然後這個痘疤的地方 痘痘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下巴 你看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是長這樣子 欸它本來說它是那種有一點油性 可是我覺得它還蠻水的欸 不是那種會很油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好聞欸 是那種就是那種精油療癒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毛孔這邊比較粗大的地方也是可以擦一下 喔有啦有感覺到它是那個油性的 因為我現在摸它其實是一種很滑的感覺 不像是用水是有點像是用油 但是它是非常清爽的那種油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我想一下我還有南邊很容易長粉刺 不然這邊也擦一點好了 我覺得好像手掌還有深一點可以把它擦上去 OK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天啦 接下來每一天如果我都從妝前保養 記錄到這個步驟好像有點沒必要 所以接下來第二到第七天 我就會每一次都保養完 然後就直接記錄皮膚給你們看 今天第一天的樣子 那我就要化妝出去工作囉 我發現我又抱了一顆痘痘在這邊 所以我現在臉上已經冒 12345 反正我現在就是又心長了一顆痘痘 我覺得心情好差啊 到底是為什麼啊 還是因為換季啊 然後來看今天第二天 我的那個痘痘的狀況怎麼樣 這邊痘疤就其實它都營銷了 然後這個就心長了 超煩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兩顆痘痘 我自己摸我會覺得它好像 有比較小一點 就是有在變得更小 好然後再來就來記錄第三天 我已經做完妝前保養了 後天這顆痘我就覺得 它就是有一個白白的頭 然後我就忍不住手鍵把它擠掉了 所以它看起來會比較紅 比較凸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痘疤的地方 那我也是一樣昨天晚上也有在使用 然後今天早上也有在使用 看一下 我們就先不要理它好了 先看它 其實我不太確定有沒有比較淡 但我覺得好像有 但是我覺得 到底實際上有沒有淡 到時候應該就是看 第二天跟第一天的畫面會比較清楚 這個地方啊 因為它本來是痘痘嘛 然後我今天在摸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再更小一點 好醜喔 真的很不想錄影 然後這就是第三天的樣子 那這個痘痘的地方啊 就是我今天本來是沒有造精子 就擦這個抗痘精華 所以我有感受到 雖然它真的去摸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凸 它還是痘痘 可是我今天在擦的時候 就是有這樣子 欸 在哪裡 好像有點找不到 所以我蠻確定它有比較在小一點 這就是第三天的樣子 然後再來看明天第四天 好 錄完了 好 錄完了 我覺得我痘痘的這個地方 這邊淡蠻多 這兩個都淡很多 這個也有比較好 比昨天好 蠻明顯的 痘痘的地方喔 今天在摸 我覺得它們也消蠻多的 你知道就從一個 中山坡變成一個小山坡 但它也是有一點凸凸的 它是有進步 但是我覺得很該死的就是 又冒了這兩個東西 然後這兩個它不是那種大痘痘 它就是有冒那種白白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擠掉的 這個我剛剛自己忍不住手間先偷擠 等一下我要把這個擠掉 再看 那就剩兩天喔 再看六七天會變怎樣吧 今天陽光好強 眼睛有點張不開 我覺得今天的皮膚呢 算是進步了非常的多 來看一下 沒有再掌心的痘痘 這兩個其實感覺都淡的蠻多的 好像都快消失了 現在這一顆也是完全變成了痘疤 這個就小小顆的 應該也是很快就會好了 再來是這兩個痘痘的地方 我現在摸它還是有一點凸 當然就是凸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裡面好像也沒有東西了 所以我不太知道說這個是 這是剛好的大痘痘 它就是會變這樣子 還是說就是它還是有痘痘 我不曉得 反正我會繼續擦 然後明天就是最後一天紀錄 今天是紀錄的最後一天 但是我就想說與其這樣子連續七天 然後每一天看起來好像有差很多 所以最後一天我就直接紀錄了第十二天的樣子 好那大家可能會發現我今天的眉毛看起來比較濃 因為我就是去漂眉 所以今天第十二天看起來好像眉毛會比較精神 那先來看看我的皮膚狀況 戴一下眼鏡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 現在可以看到我臉頰這邊的痘疤其實都淡蠻多的 等它繼續再淡化就好了 這邊都已經平掉了 也是都變成痘疤了 所以我覺得算是恢復的還不錯 第十二天的時候 好那為了畫面的美觀呢 我剛剛先把我的痘疤還有痘痘遮起來 想說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半個月使用的一些心得 首先第一個就是在味道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很療癒 反正我覺得它聞起來就是有一種精油的療癒味 再來第二個優點就是 因為它白天也可以使用 所以你早晚使用的話 你的皮膚就是可能可以進步的更快速 再來我比較有感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在於淡化痘疤的地方 有一些痘痘其實基本上你不要亂擠 你都好好的去擦它的話 其實它也算好的 比你長痘痘的平均值再快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人類的皮膚會有一個代謝的週期 平均是21到28天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使用這個的時候一定要有耐心 不要去想說有什麼產品啊 或是什麼是痘痘一擦 然後可能兩三天就會好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之前有找皮膚科醫師去拍一支 就是痘痘要怎麼處理的這個影片 你那時候的醫生他也有講到說 人的皮膚是有一個代謝週期的 所以不管你嘗試怎麼樣的抗痘方式 你都應該要使用完這一個週期 然後去觀察它有沒有效你才會知道 所以相對這樣子的產品 其實我也會建議大家就是 要有耐心的去多使用 然後去多觀察 再來就是有幾個地方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一罐當時其實它也有寫說 剛開始使用的話 有可能會長痘痘 那我有在想說可能是因為酸類 那加上有一些人的皮膚 你裡面可能有一些比較深層的內包型的痘痘 就是你眼睛可能看不到 但你在使用的時候它可能就會幫你代謝出來 那就會導致你的初期會長一些痘痘 這個也是需要時間 所以剛開始 你知道就是像我前幾天在紀錄的時候 我也是有一度就覺得說 啊怎麼又冒痘痘 就是真的心情會有點痘 可是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再來使用上我自己還有一個小小的心得 就是你知道保養品跟保養品之間 有時候它們會起一些化學作用 所以會導致你在使用保養品後 臉部會有一些起屑的狀態 那我自己就是在晚上使用我的面霜的時候 我發現最後再加這一罐它會有起屑 所以我後來就調整的方式 我直接把它滴一些 直接滴在面霜裡然後一起擦 就沒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如果大家買回去這一罐 發現有起屑的現象的話 也可以像我的這個方法一樣試試看 好那以上就是我使用這個B3抗痘精華的心得 提供給大家 那大家也可以斟酌自己的狀況使用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敏感肌 我用的是沒有過敏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使用一種溫和 然後可以治療痘痘或痘疤方式的人 也可以考慮可以入手這個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做囉 有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YouTube頻道 開啟通訊鈴鐺 然後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下次見 掰 嚇死了 GEB3 EB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